记者黄文瑜台南报道,总统蔡英文到台南参与全国大专校院校场会议后,就随即到柜田酒店参与台南小英只有会倾听民意,约莫一个半小时后离开英事前做过协调,所以没有任何民进党登记初选的台南市长候选人出席,但据了解蔡英文私下还是向小英只有会成员询问台南市选举状况。 听到恒乱后笑而不答,台南小英只有会形成为非公开行程,因此场外没有成型民众,而今日为小英只有会划行干部受政典礼约一百多人参加。 小英只有会秘书长庄耀凯表示,这个会议没有对外公开,单纯为民间与总统交流,也事先协调市长参线人及政治人物不出席。 据运会成员表示,在会议中各界蔡英文表达少子化的教育问题,毒品及诈骗的社会议题,司法制度改革的程序正义问题,中小企业以英台币价高而有汇率损失等。 蔡英文针对小校人数不足让教育经费有效运用的问题,表示将与行政院长赖清德协调找出解决方案,而针对司法问题则将从政策面引导,希望民众有信心和耐心她会很有毅力去执行。 整个会议并没有提及台南市长选举一题,蔡英文也无公开表示支持哪位候选人,不过颁发小英只有会理事当选证书时,却私下询问台南选情,听到很乱时却笑而不答。 请不吝 vaz薄